Go away Big Play Monster Go away Go away Go away Big Play Monster Go away 安娜与保罗绘本特做校的老师 进入到第四点 增加孩子的词汇量 让孩子勇气不会忘 绘本中往往设计一些 不断重复的词汇组成的语句 更棒的是 这些重复的句式或者是单词 都是在有趣有意义的场景中 不断重复 孩子看着有趣 那就把这些重复的句式 不知不觉就学起来了 在生活日常中 有碰到相应的场景 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再者孩子再阅读一次绘本 不断重复这些词汇 既可以加深孩子对单词的记忆 短期有趣高效 快速累积词汇 所以一本好的绘本 孩子会重复阅读的次数 也同时再逐步提高 孩子对词汇记忆水平的主要原因 例如 Go away Big Green Monster Go away Go away Go away Big Green Monster Go away 在Big Green Monster这个绘本当中 孩子会一直重复 Go away 所以不假思索 更知道 恐怖的秘密 就是Go away Go away 或者是不断重复的 body parts 也是能够让孩子快速的记忆什么 Eyes Nose Hare 有例如呢 在We are going on a bear 行 不断的重复什么 戒词 We can go over it We can go under it So we have to go through it 所以呢 Over Under Through 这几个戒词 就牢牢的刻印在孩子的脑袋里 这就是勇气不会忘